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胡老板 今天我们不是来测试 Starlink的速度 也不是测试它的讯号 今天我们主要是来看 它的电号 为什么今天要讨论这个话题 主要也是因为 比方说你今天带着它出去 露营啊 或者什么地方是 并没有插电的地方 那就表示说你是一定要带一个 比方说大型的行动电源 像我们这里中间有个小颗的 那你就会很好奇说 它的实际电号 跟这个电池大小两个能不能成对比 并且可以让你使用它多久 那官方的数据呢 其实不是很明确 所以我们今天就实际测试给大家看 首先我在这里跟大家讲的是 因为我们现在是比较算是 天气好的情况呢 所以呢 它的Starlink的系统 并不会所谓 用它的这个 里头有个所谓的heater 就是里头有个加热功能 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如果今天比方说在冰天雪地啊 或者是它上头已经 你装在车上 或者上头覆盖的雪的话 那它需要先加热把这些雪融化 才能使用 那如果需要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呢 相对来说电耗就比较高喔 所以呢我们今天主要是看是说它是没有在使用 那个 所谓加热功能的电耗是多少 并且呢你如果今天就是 出去说你要 过一天的这个露营的话 你需要有多少的 多大的电池 才能来那个 支援这个网络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OK首先一样我们这边基本上已经设定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中间呢我这里有一颗 就是Ecoflow的这个River 这颗电池呢不是说特别大 它最高功效是 600瓦或者是那个 你如果开它最大功能的话是1800瓦 那它的电池大小为 288Wh 也就是说你如果今天是一个28瓦的这个 用电的 比方说有个小灯泡 或者有的没的话 那它可以大概撑10个小时左右 那今天呢我们就可以 看在萤幕上可以看到是说 现在它的Starlink已经接到它的系统上头 那萤幕上头大家你就可以看到是说 Starlink目前现阶段呢 它大概需要35瓦 的电 也就是说这一颗电池呢 基本上可以充 可以使用8个小时左右 然后现在你看大概掉到7个多钟头 就是因为它会随着你的使用呢 会去改变 那前提 你如果今天纯粹只是带一颗电池 给它用的话 基本上这一个小颗电池8个小时绝对OK 但是你如果今天如果是出去露营你 这颗电池要用来 去那个提供其他的东西那个电的话 比方说灯啊 或者是什么 你的什么投影机 或者是 一大堆有的阿里阿里大话 那你就要考虑说这颗电池 你要带多大 并且要去买 基本上花多少钱啦 因为电池越大越贵嘛 那以现阶段这个设定来讲呢 大家可以看到上 萤幕上有些时候它可以跳到20几 20几瓦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使用30瓦 那我们现在呢 一样喔 是那个 把它 去接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比方说 多接一台手机啊 或多接一台iPad 去 在比较多的那个 连线的情况下 看看它这个电号会不会增加 大家可以看到萤幕上头可能不是很清楚 我现在基本上开了那个 一个iPad跟一个那个手机 它基本是在 那个放YouTube的影片 那我们呢 现在就来看一下萤幕上头 有没有因为这样子呢 它的电号增加 好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 三个东西接着 那我们这边同样也是让它继续跑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是萤幕上头呢 它的电号其实并没有好像 这个逐渐增加 顶多我现在是看到有看到 50 对不起喔 这可能反光太严重了 可能 50然后你看就跳回34 所以呢简单来说 它 不会因为是说好像太多东西增加 而导致 它的这个 耗电会提高 OK 刚刚其实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整合 大家可以看到说 至今为止呢 我们刚刚那个 两个东西 它其实还在跑影片 至今为止呢 它的这个平均那个耗电瓦数 大概是 我刚才有看到有高到50 但是现在萤幕上头 大家如果可以看到的话 是平均在230左右 你看甚至有低到25 也就是说 我们就抓30好了 也就是说这一颗电池呢 大概可以让它撑 8个小时到9个小时左右 我288Wh的电池 可以撑 8-9个小时 其实还不错啦 但是前提是你如果今天是带一颗小电池出去露营 你就要考量到说 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东西需要用到电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可能这颗电池就不够了 那ECOFLOW呢 这一个款式 你还可以再买了 加大型电池或者是甚至买太阳能板去 让它在外头一起充电 不过 我并不是建议这个要依赖太阳能板 主要也就是因为太阳能板充电速度不是特别快 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简单来说我觉得 以我的需求 如果今天如果只是出去露营个一天的话 一颗小电池可能顶多带一个外接的整个扩充的电源 基本上绝对是OK的 那我主要 比较不喜欢用车上的电 就像我们之前测试 主要也就是因为 那就表示说我只能局限于 停车场的这个空间 而不是说我今天可以带着走 这一颗电池呢 我那个时候在亚马逊上都买 其实不贵 大概200块钱左右 那你就要去考虑是说 你要多大的电池并且拿哪一个品牌 相对来说价钱不一样 所以在这部分呢 可能大家就要做点功课了 走之前我们再来测试一下速度吧 就让大家开始 喔他又在调整自己了 我真的不知道有时候他自己调整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同时测试速度 还是要等他好以后 好像应该是要等他好以后 今天这个速度就还不错 大概目前这边有冲到 78 80 不错不错 76 那上传速度大概在 6 5跟6左右 他又叫到4 好没关系 差不多就是4 好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一一帮大家回答 如果还想看什么样其他影片的话 也在下头留言告诉我 你对Starlink这系统有什么想法呢 也可以在下面跟大家分享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按下小铃铛 以及把我影片分享出去喔 那我是胡老板 我们下次见喔 拜拜 一样让他重新自己设定一下 今天还蛮复杂 还转那么多圈 呵